我們剛剛看過了這個六指淵的 我想你應該會對於就是我們這個影片 這樣介紹的話 AE應該有一點概念 那剛剛各位有看到 有沒有畫面都是英文的介面 因為我們目前AE來講的話 比較可惜的就是它有簡體中文版 但是呢沒有繁體中文 所以如果你要簡體制的怎麼辦 也不是直接切換就好 還得去控制它 把你的整個做一些語系改掉 這個是目前它裡面算是最麻煩的 所以我們一般都不會這樣做 那你用英文也有個好處 因為你在國外找到任何的教學 絕大多數都是英文的 對岸當然也有 可是相對比例上來講就少很多 所以你會英文的 也可以幫助各位在認識這個軟體的時候 會比較快一點點 那用中文還有一個小缺點就是 如果你把它變成中文之後 選單的位置不一樣 因為呢 我們用英文的時候 是叫英文字母去排列 可是用中文的它是叫筆畫順序 所以如果你用的是簡體 會造成奇怪 我在上面看到別人講的是哪裡的哪裡 可是你用中文操作 反而是找不到任何位置 這個有時候會混淆 OK 那進來我們這個界面之後 是不是有一個歡迎畫面 其實它上面都有一些教學 還要告訴你說 新版本有什麼 比較不一樣的 你現在看到這個2019是不是16.1 所以2020就是17 那後面這個小改版就固定 像我現在裝最新版就叫17.3 就17.3 那往前推也是一樣 好 那你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剛剛有看到六指淵在這邊 嗨我是六指淵 好 這個畫面裡面 剛剛最重要就是 所有的資料都會在哪裡 是在PJET的這個面板 看一下 有沒有左手邊的叫做專案面板 PJET的 所以呢 你也可以把我們的 這個素材 就這樣把它丟到這邊來 就丟到這邊來 因為你所有的 包括的圖片 影片 聲音 通通都是我們的素材嘛 就可以把它放到這邊來 才有一個開始 因為你進了醫之後 它有開專案 可是並沒有產生一個叫做 躺骨肌群這樣的一個合成 這個以後 我們常常會用到這個 叫做 competition 中文把它翻作這個名詞 叫做 合成 合成 所以也就是你最後 你要剪接影片的時候 或者我們要做特效 都會通過這個地方 來完成 這樣了解 好 這是第一個 那為了更方便呢 各位在做練習 所以 我們看一下 你打開我們 這個 第二堂的 打開之後 有沒有一個範例在這裡 電子包動畫 你可以把它打開 你可以把這個打開 進來之後 在這邊 一樣 如果你覺得不需要這個筆記 你就可以把它藏起來 像這樣子 那也順便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 老師的 上課的檔案 教材 我們會放在 這個 Google文件裡面 那你們 左手邊 應該都會看到 就是有這個大檔 所以你要跳的時候 你就點一下 有沒有 就跳下去了 左手邊 會方便去做瀏覽 好 那你們有進來 我也會看到 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 有班旅 烏龜 海豚 你有進到這個文件 我就會看到你了 這樣了解 只是進來都是匿名的 OK 那麼 我們上課的這個教材呢 等一下再跟各位說明一下 怎麼用 所以我們稍微 剛剛了解一下 這裡有素材 我們如果 剛剛我們找的資料來講 我從這邊 就可以把我們的素材 把它按著 丟進來就好了 這樣是最簡單的 好 那你要用六指圓 剛剛介紹的方式 也可以 你可以找到這裡 File裡面的 Import 從這邊進來 也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可見的面板 按滑鼠的右邊 有沒有Import 都一樣 那只是我比較喜歡偷懶 你就丟進來就好了 好 原則上 多數的 都可以這樣丟進來 除非有比較特殊的 我會跟你提醒 不然的話 你就這樣丟進來 就可以用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就有了 對不對 那你找到之後 你可以開一個新的合成 這裡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在AE裡面 一打開 他就會幫我們建立一個 新的專案 有沒有叫Intitle 就是要未命名 好 未命名 那你現在真正要做剪輯的時候 要做編輯 就是要來這邊增加一個新的合成 所以我們從這邊進來 新的合成 你可以從這個畫面裡面看到 有一些跟影片規格有關的 上禮拜我們有沒有考過各位一提 影片的上面那個數字代表什麼 是不是影片的高度 YouTube上面的 對不對 我們原則上 現在預設整個會是Full OHP 就是1920x080 那你從這個下拉選單裡面 也可以看到比較常見的 比較常見的 不過六指淵剛剛在介紹裡面 他有提到一個 他說這個 29.97有沒有 其實這倒不是不見得最符合人的眼睛 因為我們講過 29.97這個是我們用美規的NTSC 那麼如果你是25的就是歐規的 24就是一般電影的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你要用哪一種規格 原則上各位 你如果現在是在網路上使用 你用哪一個 大致上都還好 可是如果你要把影片 放到所謂的廣播系統 就是像電視台那一些的 可能你就要特別注意 他們的規格 你就不能隨便那去 不然你會發現 撥起來就會有問題 那麼至於這個像素比例的問題 也是跟 跟什麼 跟你要撥放的目標有關係 你今天在電腦上撥 原則上我們的像素 各位 你在Photoshop裡面一個像素都四四八八的 對不對 可是呢你今天如果是電腦 今天如果是其他的一些螢幕 它有可能像素比例就不一樣了 也就是它一顆像素不見得就是四四八八的 可能是長方型的 那你就要服務它 不然你會發現 你的家的影片到他們家播放的時候 怎麼變得比較胖 或變得比較瘦 這就會有影響 最後就是這裡 有沒有一個Duration Duration就是我們講的 那個影片的時間 各位呢 我們如果是剪接影片跟A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我們一般如果是做影片剪接的部分呢 是算分鐘的 就是 算錢的話算分鐘的 各位你看那些片頭 廣告啊 或特效啊 是算秒的 所以如果你是剪接影片 它並不會一開始就限制你說 我這次要剪多長 反正就是自由剪接 可是我們在AE裡面 它比較不適合太長的影片 因為它是做特效用的 所以它一開始就會先問你說 欸 你這次做的影片 是要做多長的 剛剛有看到 這個叫十分秒格 好 那這個後面的幾格 就跟什麼 跟上面這個FPS 有沒有看到什麼叫FPS Front Per Second 一秒鐘多多少 如果我今天是用29.97 就等同30 所以這裡就是30 近位 如果是24 就是24 就是1秒鐘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透過這個地方去設定 好 那現在預設是10秒鐘 那最後就是那背景原色 背景原色 你如果是打開Photoshop 我問一下各位 平常你開一個檔案的時候 可不可以設定背景的原色 也可以 那請問你Photoshop 你拿出來的 可以把背景拿掉嗎 只留塗層可以嗎 這裡我只開一個塗層 這個可不可以把它丟掉 是不是可以 但是請問你AE可以嗎 你看 直接以顏色 直接選 有沒有哪一個色會透明的 沒有對不對 其實我們一般最常見的 這個顏色 是不是色成黑色的 我不確定這邊有沒有改過 不過一般預設子 應該通常都是黑色的 你有沒有想過 電視沒開 電影院沒放電影的時候 是什麼顏色 是不是都黑色的 對不對 有沒有透明 你對它來講根本就不重要啊 因為我們塗層本身 就可以設透明度 這樣了解嗎 最後 就看你的背景是什麼顏色 當你這樣設定完成了 有沒有發現你的時間軸 這邊才可以用 上面這些功能 因為現在裡面是空的 我把這個丟進來 丟進來裡面之後 雖然很小沒關係 你看上面的功能 是不是它可以有作用 所以你剛開始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下 我們需要一個 產生一個新的合成 新的合成 這樣子 才有辦法在AE裡面 開始做所謂的剪接 或是做特效 那你所有素材 記得都是丟到左手邊來 都是丟到左手邊 這樣對AE有沒有一點點認識了 萬一面板不見的怎麼辦 或者你把它玩壞掉了 比如說你看 有些人會隨便亂拉有沒有 隨便亂拉 或者你把它關掉了 請問 這樣怎麼辦 關掉軟體再打開一次 你瘋了 這樣沒有用耶 下次還會一樣 沒有關係 你如果弄 亂掉了 請看右上角 最簡單的 找右上角 有沒有Default的 學習的 標準的 你可以從這邊 點到它 有沒有 叫做Reset 叫它重來 就好了 因為 AE跟Photoshop的 解決一樣 如果你自己安排 因為有些人喜歡安排這些面板 你可以自己安排 把這個儲存起來 所以我們在Photoshop的 把這個稱作工作區 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 儲存你自己的 在AE裡面也是一樣 只是你用的是什麼 有沒有這個叫Workspace 是不是叫工作區 一樣的道理 這樣都不會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去找到 那你也可以從這裡去按 我想要變成預設的 還是我要變成標準的 按一下 有沒有要回來了 所以玩壞掉沒關係 要會找 從哪裡復原回來 就OK了 這個基本的概念 先給大家有了解 請問一下